你怎麽做紅豆做得好像沙沙 真正這樣很重要 然後因為以前的人 我做紅豆要撕沙 硬撕的嘛 撕沙是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不撕的嘛 對不對 然後撕了之後 其他正面撕乾水 我把東西裝著 撕乾水 有水分 撕乾水 盡量撕乾水 這裏呢 豆浸醋 因為 現在我都沒有用那個 沒有用那個尾夾 真的一套用一套 所以我索性 現在沒有用那種 韋力的尾翅 韋力的那種翅 我不敢用了 我完全是用釘 我覺得有節性 我現在用烘爐 真的猛烘爐 為什麼猛烘爐呢 你看 我把烘爐呢 就用烘爐 對替一個鍋 然後別的葉都很集中 那我就關著這個麵 記得烘一點點 那烘到它的水分呢 正好 剛才那些烘爐呢 倒進去 那 不要放水 不可以放水 炒到它乾乾淨 炒到乾了 還沒有乾的 炒到完全乾了 大概 你看你烘爐多少了 如果烘爐小呢 應該時間就比較小 那你烘爐多 當然時間慢多了 所以你就要 把它盡量超光 你看這個水分 真的很快 我覺得 比一個鍋子炒比較快 因為它的烘爐都比較集中 那這個盤子真的滿好用 有沒有得買 你自己看 我本來可以教你了 後來這間公司 後來這個盤子 撿掉了 我自己了 這個盤子是一種平地鍋 我自己現在計 放個烘爐 這個小烘爐慢慢乾乾厚 因為這種呢 它比較厚 厚得烘起來 給它慢慢烘 在有關切的爐呢 又不怕它 就是比它一比一塊 我覺得真的滿快 今天炒到它的水分 差太多行間了 定了 不要緊 我最溪火 最溪火了 為什麼 因為炒烘爐呢 我剩下 一個是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 就是如果你發作烘爐的烘爐 好像不夠沙沙 或者你炒兩次 放水 我很難多 我試一下 因為我甚至炒兩次 也滿沙 真的用一次看沙沙 因為它煲起來 沙沙的很好吃 不像以前的 很硬的 很難煲的 所以我用這個方法呢 我現在滿方便 還滿時間 因為你這個鍋炒 其實很傷害我們的爐 為什麼 爐呢 塑膠也有 電磁爐 它的溫度還不集中 那我現在 我這個溫度 完全集中 在周圍 那我做一下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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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大烘爐 就烘住它的火 在裡面 溫住它的烘爐 好像比較快點 收水分 然後 我不停地加分 因為烘爐呢 跟其他不一樣 因為它很容易 水分 跑走 所以我怕它 稀療 變成稀療 就變成不好吃 苦 所以我們的時間 也控制不很好 所以我也 放了兩粒 花生去烘 就是這麼簡單 我覺得差不多 其實我就想 不要烘到稀色 烘到完全收乾的水分 完全收乾的水分 完全收乾的水分 然後呢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的爐 我覺得的溫度 這個爐 比較烘光 的東西 比較集中 好像我關起來 盡量 你看著它 不然等一下 稀療 就苦了 不好吃了 所以也是 你煮多幾次 你就會控制的了 要攪拌它 不要讓它 突然間 稀療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呢 我就是這樣 停地攪拌 已經開了 那我覺得 嗯 有一陣聲的 火 té 就 gorilla 就出來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覺得 應該差不多 應該差不多 藉 attempts 歓過的水分 OK sideways artist 完全修光 有時候 我不时才烘到稀色的蝉 所以这道东西控制到猛猴 因为真的来问就是猛猴 我上次就烘两次了 正正我用烘一次 对着它的水分已经收光了 那我尽量现在用净净水去烘它 就是试试用统一的方法 不停地搅拌它 多净水分 更加后浸着烘到净净水 不停地搅拌 就是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上次烘出来不软软 只不过我上次就炒过两次 就是放水炒盖 再放水炒盖 所以我产生难多 我试试用一次的方法 看会不会厚一点点 我煮了 应该两次比较适合 一次 因为以前包红豆 我没有用这个方法之前 我穿得红豆很惨 每一次很烘 吃到我们也一直都饿 现在呢 我上次煮了两次 炒两次 什么炒两次 什么炒两次 一次收光的水分 第一次 抖水 抖水 炒干了之后 炒干了 然后再来多次 炒干了 炒干了 最多一次水 炒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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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看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方法很厚 因为我为什么以前用那个炉 因为整整个炉 都用一种烘炉 对替了 因为烘炉真的不太好用 我更好用过微波炉 微波炉 因为微波炉 你关前文 要控制的时间 控制得很厚 但是我这种就是靠我自己的手 和精验拿出来的 鼻子有一种心不 那我够出来整年了 今天下节 将你怎么包了